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6号发布报告指出 美国近期对多个国家或经济体输美商品加征的一系列关税 推高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产品价格 而同时这些企业的利润却在缩水 报告指出 79%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和60%的服务业企业都表示 美国近期对输美商品加征的一系列关税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们的成本上升 报告还指出 51%的制造业企业表示 加征关税将导致他们2019年的利润降低 47%的制造业企业预计明年的利润也将缩水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中最重要 最具影响力的储备银行 发布的报告权威性很高 业内人士指出 这份报告是美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 却伤害本国企业的右翼力证 却伤害本国企业的右翼力证